嗨 阿拉看一隻蜗魔法叫蜗蜗 每天最大的樂趣就是吃 那有空就喜歡給人家驚喜 是不是都想出書 山區一般就出不了書 但反而剛才有記者朋友問我有沒有興趣出書 其實我自己一吃都心裏都想出的 不過始終我覺得做每件事情都要 百分百準備好才可以做 近來好像比較多事做比較忙 所以可能遲些 遲些我都希望可以出到一本書 是講媽媽的 是講媽媽的 但不是歌頌什麼媽媽為大 因為自己是媽媽 我就想分享做媽媽的經驗 或者體驗 或者分享怎樣教導子女的事情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沒有自己覺得在教導子女方面 哪一件事最重要 或者最需要一定要一個媽媽最需要有的東西 媽媽就一定要有耐性 因為沒有耐性就抽不到小朋友 因為始終小朋友不是大人 他們有橫皮 不聽話的一面 如果沒有耐性就很難教導他們 很辛苦所以三個要求助自己 有 和你一樣 很辛苦 很吃力 因為三個不同年紀 三個是不同的人 需要什麼就是愛心 愛心 還有我教育他們的話 都是一定要他們做人要愛心 還有有兩件最重要 我經常都跟他們說 差不多每天都說 他們都頂我不准這麼煩 適乎 就是一定要忍耐 忍耐和包容別人 我覺得他們做什麼 就算成功也好 不成功也好 都一定要包容和體諒別人 是 再講